嗨嗨IG嗎?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11月27號了 你們看的時候雖然我是11月3號錄的 所以我可以幹嘛?變秀才 然後人物換了 就這樣 然後還差14關我可以換釜底 就是我的茅草屋可以換 欸真的耶 60關嗎? 我現在是46關 好 這個到底要幹嘛? 68關節 我們再招一個看看好了 他又給我一個錯的成語 魚姬欸 切願與大王生死相隨 所以我有魚姬 再一個好了 這是誰? 對 內語長遇春久 長遇春久別重逢 喔好喔謝謝你 喔 你如果一直收集人物的話 是可以有體力值的 這樣看起來是 喔喔喔好多人喔 這是 這剛才那個耶 喔 他是這樣 可是紀曉蘭 鐵子從來 紀曉蘭 唐伯虎 欸我記得之前有一個 金榜提名那一個 怎麼沒了 宰相流羅鍋嗎? 好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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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就是繼續答題 那今天是11月27號 看一下這個月大家的 喜不喜歡 然後最主要是那兩個小朋友 還有 小朋友媽媽 對 OK 謝謝你們這麼喜歡我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 不用網路的遊戲 先把網路關掉 到時候跑出來 好 我們繼續 恨行霸道嗎? 恨行 等一下喔 看一下 這個字之前 恨恨 等一下看一下 裙帶關係嗎? 這不是一個 政治 的狀況嗎? 什麼 爐雲 美女爐雲 不是 裙蓋少年 不是 裙雞 裙雞少年 因為裙跟雞是只穿帶物 所以我是這樣猜的 再來 老氣橫生嗎? 老氣橫秋 好吧 少 少年老成 因為少年對老 少對老 年對成 好 再來就是 衛集 技衣 橫行 無技嗎? 等一下看一下 是橫還是橫 又忘記了 好 再來就是 灌 鈣 如雲 好 四十七關 就這樣結束了 是橫還是 老氣橫秋嗎?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 橫行無阻 所以他一定只有二神 我們 記一下 左方面 好 那老氣橫秋呢 人老戀而致富的樣子 也可以用來形容 百架子致命不凡 或沒有 朝氣 暮氣成 所以這個 這一句話可以形容 三種狀態 一個是 致富的狀態 一個是 百架子 致命不凡的狀態 這兩個狀態是有點像的 那最後的狀態跟前面不一樣 它是指 沒有朝氣 暮氣沉沉 所以老氣很糗 OK 再來 橫行無忌 任意非為無所顧忌 匯集記憶蠻常用的 呃...他應該把 意義放在出處才對 他出處在於 韓非子御老裡面 扁鶴劍 蔡衡公的故事 明醫扁鶴 接見 蔡衡公好幾次 好 衡公有病 一次比一次嚴重 不肯就醫 中置喪命 就指 不承認有病 害怕去治療啦 然後 問題本小不予處理 無法收拾 匯集記憶 對 省小錢 花大錢 這樣 小病不治 然後花大錢治 裙帶關係 常用在 政治啦 可是現在 他的真正意思是 譏諷人 靠著妻子的關係 而得到某些利益 裙帶關係 群雞少年 心濃 只知道 講究穿戴的年輕人 群雞少年 這個也蠻少看到的 老氣 少年老氣 比喻年輕 年紀雖輕 舉止 卻成熟穩重 半世老練 呃... 好吧 這個 鵝罐薄帶 這個我也沒看過 戴著高帽子 也是出自於元代 跟元代好不熟喔 細著寬闊的衣帶 為舊食世代夫的服飾 鵝罐薄帶 薄帶 OK 罐鈣如雲 這是指 眾多的官吏 四身取其一處 跟美女如一 美女如一就是指 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其聚一處 那 灌溉的話是指 官吏師生 其聚一處 OK 賽關 為什麼會有廣告 落井下石 沒有問題 水落石出 出人頭地 然後... 什麼山 什麼天什麼地 花天九地嗎 真的耶 青山秀水 山清水秀 他等一下應該是會講說 也可以比喻做青山秀水 看一下是不是這樣想 水稻渡渠成 萬三千 萬水千山 水稻渠成 一氣喝成 指高氣陽 指高氣陽 好 千山萬水 萬水千山 OK 山清水秀 山水秀麗風景優美 水稻渠成 這個蠻常用的 自然發展 結果製成 就是指一件事情 不需強求 然後自然成功的意思 一氣喝成 花天酒氣 指高氣陽 陽 一昂陽 指高氣陽 出人投地 這些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千山萬水 萬水千山 對 應該都沒有問題 才怪 4849 哇 這個字要稍微看一下怎麼讀 更古 然後 蠻 蠻 蠻甲歸田 蠻賤歸田嗎 不是 蠻甲歸田 對 我沒看到有 有甲 剛才沒看到 再來的話 蠻古蠻金嗎 蠻金什麼技 哇 這個 空殼太多了吧 應該越來越難了 口蜜復健 口蜜復健 食之果腹 不是 好 再來 食什麼果腹 食不果腹 然後 布什麼 哇哦這個有點難 什麼毛 布毛之地嗎 布毛之地 然後 然後 什麼金之祭 求金之地 不是 古金之祭嗎 不是 古的話應該在這邊 這邊 口無 心口不一嗎 心口 如果這樣子對的話 那是什麼 口什麼 無心 有口無心 有口無心 我剛才講的 古一定在這邊 然後 然後 小心為上 為金之祭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 求心為上 不是 公心為上 喔 喔 喔 想起來了 公心為上 戳之來實 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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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来之時 等一下看一下 不求聖結 桃淵明 接来之时 接一生 以不尽的招呼声 施食于人 指不尽之时 后用接来之时 比喻侮辱性或不外豪语的施食 这个出社会 很常遇到接来之时 卸甲归田这没有问题 食不果腹 不求圣洁 桃渊敏啊 桃浅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闲尽少言 不目荣利 好读书不求圣洁 没有会议 便心难忘食 读书着重理解 意理 而不过度 钻研字句上的解释 后意用不求圣洁 形容学习或工作的态度不认真 所以古意跟经意又不一样了 OK 只求略懂皮毛 而不深入理解 所以不求圣洁在古意是好的 因为不会过度钻研字句上的意思 而重理解 跟意理 这个可以当封面 好 更古味哦 从古之境都没有 然后 维经之计 现在唯一能采行的方法 攻武不克 只要进攻没有不获胜的 百战百胜 口密附件蛮常用的 口中有密 肚子却长一把劲 比喻一个人嘴上说的好听 事实上却内心险恶 处处想陷害别人 嗯 嗯 不错 不毛之地 种植五穀 毛是指种植五穀 就是坚硬 极薄 不适合种植五穀的土地 厚用不毛之地 形容荒凉贫瘠的土地 接之来史这个 好 下一关最后一关的 也是十一月的最后一集 看一下吧 公拜垂成吗 天花地 地老天 摇摇 遇罪 打退堂鼓 不会真的是这样子吧 真的 这跟 这个真的是那个 说风凉话 打退堂鼓 这真的是成语吗 威武不屈 屈打成招 比喻用刑让别人言行逼供 让他承认 等一下看一下他的意思 招摇撞骗 一事无成 第九天长 天花乱坠吗 一败 垂 一败涂地 不 有遗憾情仪常存 像天地般 永远存在 可是天跟地 其实现在科学家都证实 不会永远存在 它有个年限 几亿而已 几十亿几百亿都可能 天花乱坠 是猴瑞瑞 对 形容说话动听 但多浮夸不切实际 他的意思 不详细讲 反正 天花乱坠 华通花 自念花 好 感动天神 天花乱坠 好 遥遥欲坠 这个形容要垮台的样子 对 招摇撞骗 形容 凭吉他人 名声到处炫耀诈骗 驱打成招 言行逼 言行拷打 逼迫人 招供认罪 打退堂鼓 古代官吏 审理案件完毕后 几鼓 离堂休息 后用打退堂鼓 比喻中途 退 说放弃 打退堂鼓 说风凉话 这真的是成语吗 一事无成 一件事没有做 只事业毫无成就 威武不屈 面对权势压迫 意坚真不屈 也说威武不屈 跟 跟那个 驱打成招 这两个也是一个很对比的东西 公拜锤城 锤是接近快要的意思 所以事情在将要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 公拜锤城 那它是导庄 所以是公锤拜城 这样子 事情嘛 要成功的时候 事情接近成功的时候 遭遇到失败 拜城 OK 好 爱你们哦 Muah 感谢观看